三位特別來賓 曾經有懷疑過自己閨蜜 會搶走自己男朋友的 我們來舉個牌 曾經認為有可能的請舉圈 沒有這可能的請舉插 請舉牌 不可了解 我覺得舉插是真的不太可能 可能她真的是沒有什麼神經 鄉妮認為是不會 兩位專家 西西亞認為 我覺得應該是不會 不會 可是我要跟大家講一下說 一般來講我覺得這種事情是 假裝說今天我有男朋友 女朋友老公了 男朋友的話基本上來講 如果今天閨蜜想要對這個男生 投懷鬆暴 一般來講男生都會吃 為什麼 因為最危險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我覺得你不應該這麼喬氣 男性你知道嗎 男性還是要爭吵觀念 男性就是不可信 男性就是不可信 但是男性的爭吵觀念 會隨著對方的外形而逐漸架皮 對啊 可是我覺得要跟大家強調 從今天來講 因為男生他偷吃你的閨蜜 他會覺得說 第一個 男生最怕的女人鬧 那他如果今天偷吃閨蜜 第一個 一個閨蜜他一定不敢跟你講 對 因為閨蜜他覺得他鬧起來的話 他就是仁靜都接著婊子嗎 對不對 你就說仁靜可夫的意思 對 所以他當然就是不會講 不要一把婊子塞到我們本節目裡面 這兩次還是有兩次 OK Anyway 所以說基本上來講 就是閨蜜他一定不會跟你講 他不會跟女生講 對不對 那男生就會覺得說 天底下一個男生他偷吃 女人不鬧的 他會覺得正好很開心 是不是 那接下來他如果也不講的話 他也不可能去傷害他女朋友 所以基本上來講 我覺得如果是閨蜜他主動出擊 跟這個男生勾搭上的話 基本上來講 雙方都會常常吃三娃公 身交的不會是跟你 雙方也會不停在身交 謝謝欣欣她這一番的婊子說 什麼婊子說 憲文你認為會 你認為閨蜜會搶你的男朋友 我先給茂蜜請教一下 你現在有男朋友嗎 我現在有 有幾個 好 幾個 你有閨蜜嗎 我有 有幾個我們認識的閨蜜 可以舉例講一講嗎 沒有 我的閨蜜都是圈外的 對 就是圈內的 那你為什麼認為你的閨蜜 會搶你的男朋友 因為我被搶過 而且是成功 搶成功 而且是我們出片 會的 有被搶過嗎 應該是講就是說 後來還沒有搶成 我就先走了 因為我不太能夠容忍 因為我比較 這是鴕鳥嗎 不會是鴕鳥 就是我比較敏感 而且就是那種神經很細緻的 我記得有一次是 我那時候交了一個男朋友 那那次其實很小 因為我有另外一個女朋友 就是說 跟我的男朋友 是有事業上面的合作 反而是他們有事業上的合作 可是我沒有 我就只是談感情這樣 那有一次有時候 他們常常下班之後 我這個女的朋友 會去我男朋友家 跟他討論下班後的公式 那我剛開始也覺得都OK這樣 好 有一天 我就開了門進去 然後依稀我就覺得 怎麼聽到樓上 因為他是樓上樓下 他們依稀就是 他們好像在談話 那我想說他們在談公式 那我在往上走的時候 我就覺得 那個談話的聲音不太對 有時候高卡 有時候低喘 有時候又有喘息 你怎麼會知道 就一般來講 有些公式是要這麼談的 什麼公式 你會這樣子談公式 年輕的時候 難免談過一兩次 不是 我就很駝鳥 我就仔細聽 我知道 那個好像不是在談公式 那是談什麼公式 談什麼式 已經算運動了 就是沒有 我覺得應該是他們有一些 肢體的接觸 比方說 就我沒有辦法 不是 你剛才是要學聲音出來 對 反正你學 你學沒關係 然後就是 真的 在呼應他 再說是這樣子 可能是 你在激動了 對 也可能是按摩 或是跌打扭傷 對 反正你就知道他們在有一些 運動體的動作 觸碰 可是不是在那個 已經到那個狀態了 還沒有到那個狀態 已經到那個狀態 還可以聊天 不是 還沒有到那個狀態 就是已經在前戲 還沒有學習 還沒有學習 對 就是愛撫 然後我很 你知道嗎 像 幹嘛 不是說 這樣子對不對 對 我很 我很 我不敢 我不敢 沒有 我沒有叫 所以沒有叫 你是在門廳 你沒有叫 你現在聽到我 這樣不行 對 我就沒有發出聲音 然後我就默默地就走了 可是這個就是一個 你知道嗎 警訓 可是第二次 後來我就發現 還有第二次 你真的能忍 對 我也是忍 真的 通常第一次不和他會嫌 可是其實你們真的太笨了 如果他們真的在房間 你應該到客廳 你就知道他們有怎麼樣的話 你就應該開電視聲 開很大聲 然後出門 他們就知道你知道了 就直接 不是 他們就不會再有第二次第三次 沒有 聽我講 可是當下真的會慌 而且你會整個腿會軟掉 你不知道怎麼辦 真的 然後後來第二次是什麼 我發現我有一袋 我剛買的衣服 是一件很貼身的洋裝 很漂亮 可是我一拿出來 我後來突然發現 奇怪 那個整個從裙擺下面 一直被剪到這個發自弄的地方 就等於是攤開來 你是遇到搶劫是不是 對啊 你知道嗎 你當下 你會覺得說 在男朋友的家裡面 怎麼可能有人這樣剪開 那如果是小偷 也不可能那麼無聊 就剪那件衣服 好了 那時候我心裡就知道 不對了 那我就覺得很傷心 我就當然就攤牌 那時候就有一些東西 在男朋友家 你知道我那時候開始搬的時候 就很難過 那時候開一個小偷 就把東西往外面搬 然後搬到全部都攀妥了 那女生就是很 我覺得我不知道 就有點捨不得 你知道嗎 他只想走又 然後我就想說 好吧 再跟他講最後一句話 就說 本來就很無聊 就想說我真的走了 你自己想不想就說 對 你就想說 他會挽留你 我正想走上去 我聽到他在打電話 然後有聲音 他走了 你可以來 不是 他說 他就說 終於走了 這麼 一懂 終於走了 那個真的好 那就這樣 那就直接講錯了 可是那個前面 你真的完全 他也沒有 你知道這個就是一個渣男 那完全也沒有 真的 沒有一些預警 一些讓你覺得說 他不喜歡你 或者他不想跟你在一起 都沒有 為什麼會這樣 對 所以我覺得真的沒有所謂的 討論這麼多 沒有所謂的三人心可言 有些人不覺得 我們三個人好 你就送他回去 沒有 那個就是一個 你給對方的機會 而且你知道嗎 他送他回家的時候 因為有時候閨蜜之間 你可能會什麼都聊 然後這樣 我男朋友對我好 我男朋友好棒 我跟你講 這個也是不能做的 然後甚至是說 你可能跟他講說 我男朋友在床上 你可能只是一個抱怨 好像體力不太好 我跟你講 這個以後 他就會有藉口 對 對 然後或者他就會藉口 像我一個朋友也是 就是後來男朋友被搶 就是他都叫那個 那個女朋友就 男朋友就說 女朋友要回家 就是大聚聚 完了 你送他回家 你就送他回家 送到最後 後來在車上 那個女朋友 就跟她的男朋友講說 其實我覺得妳好辛苦 她怎麼不知道 體諒妳 我討厭 然後男朋友就說 怎麼了 她說沒有 就是我覺得有時候 某某某 留完也不懂事 像妳工作這麼忙 這麼累 晚上妳要抱抱秀秀她 她也覺得妳體力不好 你看 妳 那感覺好像是 在幫忙 其實都在挑撥 後來真的就是打正 她就是搶走 可是我這個女朋友 後來知道整個人都傻了 她就好後悔 妳覺得這是什麼心態 為什麼閨蜜要搶閨蜜的男朋友 其實我 你們不是好朋友嗎 你們不都是女性的好朋友嗎 沒有 我覺得女性之間 有的時候 然後妳以為是妳的閨蜜 她不一定是真正妳的閨蜜 妳以為不一定說是真的嗎 就是 都是這樣 那我會覺得說 孔子有一句話說 三人行必有我失 我真的覺得文婉她口中 三人行就是 妳跟妳男朋友跟閨蜜 就是有婊子又會出現 不好意思 又是關鍵字 她今天她就讓她們婊子 來做什麼 今天是這個 我是她的關鍵字 好 那我想跟大家分析一下 女生的心態 第一個心態我覺得是 怎麼說呢 她居然跟她 妳知道嗎 跨年不是5 4 3 2 1對不對 她就跟她那個規格 你知道嗎 那男生居然跟她講說 帶說這麼重要的日子 你拜我身邊 然後她就 然後又問那個女孩子 那個女孩子就說 就一直哭 就說 好 那我想跟大家分析一下 女生的心態 為什麼 第一個心態我覺得是 情不自禁 怎麼說呢 等於說今天講到說 五哥跟那個 宇傑 宇傑在一起對不對 好 那她跟他們兩個在吵架 這個時候呢 這個男友會找閨蜜說 妳一定最了解她 可不可以幫我分析一下 宇傑到底在想什麼 對不對 這時候閨蜜就會覺得說 對 妳真的好可憐 有時候宇傑真的是 但是任性了一點點 脾氣可能不是很好 沒什麼耐心 這個時候久而久之 男生可能就有個同情心 就會覺得說 如果我跟妳在一起 也許妳是不是不會這樣子對我 而且妳好像很了解我 對不對 是這樣子 所以說第一個可能是 日久生情嘛 是 第二個話很可能就是 妳知道女生從小時候 我們有時候跟自己姐妹 有時候上廁所都要涼不涼 一起上廁所 一起上廁所 都是這樣子對不對 上廁所一起去 沒錯 都是這樣子 到現在還是對 那現在如果你大家都單身的話 這個時候大家會覺得 這個姐妹好好約喔 去夜唱 夜遊 夜騎 怎麼樣約都去 這個時候有一天 妳的姐妹突然交了男朋友 妳會覺得好失落喔 就是妳們兩個之間 再也沒有了 時間也配不上 這個時候妳的好朋友 告訴妳說 閨蜜啊 這是我男朋友 然後妳閨蜜就會說 這個男生看起來好像很花心 配不上妳 妳要再想一想 然後就想說 那不然我幫妳試看看好了 她可能心裡面就會覺得說 試看看 她希望妳們兩個 根本就不要好在一起 因為她會有一種佔猶豫 她會 對 因為妳們兩個都是小 就是小天地嘛 那一個男的來破壞 那問題是男生有那根 她又沒有 她就覺得很煩 她就很不平衡 關係不一樣 對不對 所以這關係是不對的 所以這個時候她會想盡辦法 希望去破壞跟拆散妳們 這樣她才可以再拔妳多問 妳們女生感情好多元的 沒有 我想問 剛剛我們都講女生 我想問小悟哥 妳有沒有女朋友的閨蜜約過妳 我好好奇 蠻多的 一定 我講一下妳這樣 面有難受 一定有 我覺得一定有 為什麼吞口水 想到閨蜜嗎 是閨啦 但是不是蜜 所以有 所以人做人一定要規矩 你知道嗎 因為我蠻贊成的信息 就是說 妳的女朋友的閨蜜 跟妳有共同的一個話題的時候 那是件蠻可怕的事情 那我在之前 也不是之前 其實我一直在拍戲 我在拍戲的時候 那時候其實我交往一個女朋友 你知道嗎 妳是明星嗎 那她有 哪一個很早之前 她有閨蜜 但現在喉嚨不知道為什麼不說 不是 她有她的好朋友 我們就常常會一起吃飯 我覺得吃飯其實都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吃飯 那是其實妳會發現 妳很少跟妳的女朋友 在同一組戲裡面 妳有時候會跟她的朋友 在同一組戲裡面 聽說我跟妳是男女朋友 對 但今天我可能是 文婉是妳好朋友 對 但今天這部戲是我跟文婉兩個人一起演 對 然後演的角色又是一個蠻 可能我是蠻親密的一個角色 她演我的女朋友 她演我的女朋友 那妳就常常會有時候來探班 有時候來探班 對 那拍戲拍久了之後 那我們會討論討論討論事情 那難免妳會比較入戲一點 後來有天文婉就會打電話跟我講說 主 我覺得這個戲 我覺得我們應該再來研究一下 看怎麼樣 我說OK 我覺得可以研究一下 那我們看約幾點 她說因為今天比較晚一點 那我們約下午好了 我們約下午四五點 我說好 四五點 OK 那我們約在哪邊 OK 還帶了一個劇本 跟真的一樣 很好 跟真的一樣 跟真的一樣 真的一樣 我說文婉妳覺得是有哪幾場 妳認為要討論一下的 我覺得像這個 就是說兩個人要說再見 等一下 這今天要打幹什麼 這今天要幹什麼 為什麼 這樣 我跟你講 我跟妳講 當初其實這種情況是差不多的 是差不多的 而且不是盛裝 就感覺上就是穿T恤 放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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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很放鬆 放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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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還記得是純白純棉的T恤 而且是 而且是那時候的超級大 很大 有 超級大 好性感 是短褲 不是短褲 然後就穿一個就是套腳的 就是套腳很便很輕便的鞋子 等一下 妳為什麼記得那麼清楚 是 因為人家真的對方便 真的有抓到妳 我覺得有 當然有 對 妳看 記得好清楚 然後頭髮是這樣 往後這樣挽起來的 是 然後露出髮型 露出景象 對 然後就看 我看這場也還好 說再見這場戲 就是我牽著文婉的手 然後清清跟她講說 我走了 希望以後妳要好好的保重 我覺得應該就這樣子 她就說 可是我覺得這個手 應該不只牽手 因為我們是男女朋友 妳應該要再去靠上去抱她肩膀 我說 抱肩膀是可以 OK 是抱肩膀是OK 然後她就 穿寬鬆的衣服 抱肩膀 對 然後抱肩膀 然後我就說 好 那麼樣 因為我們就抱肩膀 她說好 那還要 我說妳怎麼了 我突然間頭有點痛 所以妳突然有點痛 她真的好會演 那我先走了 我覺得頭好痛 那是不是去藥房 去買個阿斯批林還是 沒有 妳扶回房間就好 沒有 她說 其實我其實就住後面巷子裡面 我說原來妳住這邊 我都不曉得 她說我住這邊 因為我住這邊 我就約附近的咖啡廳 那妳看我也沒什麼打扮 我穿的都是 隨便 隨便 很隨便 很隨便 我說妳就住後面 那妳要不回去吃個 好啊 好啊 又走 我需要人服 我開始了 小吾 在哪邊 小吾 吾 而且她還說那沒關係 那我把妳送妳回去 不要了 這樣子 不要喔 不好 真的不方便 大家訂閱是同行 而且我又跟妳女朋友這麼熟 我說沒關係 大家只是朋友而已 這樣子我也怕妳有什麼危險 就送她回去了 送回家 對 結果呢 我送她到樓下 我就說那送到這邊就好 應該電梯可以自己坐 妳自己坐上去好 我想大意凛然的 我就回家了 妳就回家了 對 她有回頭嗎 一點點 一點點吧 我不相信 只有她上去 妳有修劇本 妳有修劇本 後面剪掉了 其實我送 對嗎 我們現在後面剪掉了 你先講完 我們把它剪掉 其實有送回去 其實有送回去 對 因為如果我是那個女生 我既然有心機的話 我就會跟妳講說 不行 不能一個人坐電梯 我有密閉恐懼症 對 那我上去 其實有送回去 其實有送回去 電梯裡面 然後其實那個符很容易會變成 單方面的符會變成 雙方面的抓手 因為她就會跟著抓 符是這樣子 她會這樣抓 然後她就這樣子抓 然後抓的時候妳又 妳不會這樣子 妳就會看她 然後慢慢妳再頭再痛 妳的頭再痛一點 對 糟了 然後腳就上去了 這是酒醉吧 真的假的 後來呢 然後就送回去 也照顧她吃阿斯霹靈 然後又躺在 除了吃阿斯霹靈有沒有吃別的 她有沙發 有沒有吃別的 沒有 沒有 是妳吃別的嗎 沒有 然後就是她 就是糖也 剛剛誰說吃香腸的 對 沒有 默默地聽見 吃香蕉 然後她就寫妳在沙發 對 這還假對香蕉靈 假離子 妳知道她頭暈 所以頭痛有下 就是因為缺乏假離子 我媽媽真的曾經這樣 對 我媽媽真的曾經這樣 所以一生是要多吃香蕉 對 因為瘋我也喜歡吃香蕉 而且吃香蕉會軟Q 真的 為什麼一直在討論吃香蕉 在討論閨蜜跟男友 所以我的意思 真的就是提醒大家 其實我個人 就是有這方面經驗不多 但其實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可是應該是不是很危險 真的很危險 而且 有時候女生其實是真的 比男生要聰明的 當他們有共識 當他們共同的工作 共同的話題的時候 你們真的要小心一點 那如果閨蜜跟 就是真的是你的閨蜜跟男朋友 發生什麼事情 你們會選擇原諒誰 我覺得我是兩者都不能原諒 因為我看到我的閨蜜 就會想到那男的 看到那男的就會 就會想到我的閨蜜 而且妳會擔心閨蜜比妳更好用 妳會覺得 哪方面好用 妳真的會覺得說 現在到底是誰比較厲害 我真的覺得會這樣 這個有點矛盾 其實比方說像我的話 如果真的要選擇原諒 我會原諒那一個女生 如果 當然我是不會原諒 可是如果要選擇 我會選擇原諒女生 就好像一般人家 對婚姻的想法 比方說老公出軌 一般你們會發現 原諒一定是告那個小三 然後把老公的那個告訴 一定都撤掉有沒有 是針對那個小三 其實通常我覺得是不對的 因為重點是在於那個男生 他的心裡是 他沒有 他不穩定 不穩定 他意志不接 所以因為他的態度 導致讓這個閨蜜有機可乘 如果他告訴妳說不行 嚴正告訴妳說不行 因為他也是妳的好朋友 那我們兩個在一起好好的 那我想 這個女孩子也沒有繼續下去的 空間跟機會嘛 所以最主要是這個男生 所以我會原諒那個女生 不會原諒這個男生 文婉就是理性 你長得好 繞了一圈就是他講的是 比較在情在理的對不對 不能原諒男生 不能原諒男生 沒有 他的意思說 他就是比較經過思考 這一點很重要 但是他預防甚於治療 尤其在後面講說 事後原諒誰 原諒誰 為什麼不剛開始就預防 對不對 預防要自己閨蜜去搶自己男朋友 或者是 對 站在男人立場 看好妳的男朋友 不要隨便的放電給妳的閨蜜 這一點很重要 妳覺得應該怎麼預防 文婉 我覺得很簡單 就是不要接觸 因為我有一個圈內的 很好的閨蜜 永遠不碰在一起 她跟我非常好 很妙 她交男朋友的時候 我知道 從知道她到分手 三年多 她完全沒有見過這個男的 結果聽過 就是她可能打電話 寶貝 然後講完之後說 文婉在我旁邊 妳跟她講個話 然後我就跟她講個話 我從頭到尾沒跟她面對面 然後其實我心裡面 也有很多的OS 那時候我覺得說 我們不是好朋友嗎 所以妳連交個男朋友 我替妳開心都來不及 妳年紀這麼大 好不容易有個男朋友對不對 可是妳怎麼好像防著我 妳知道 然後我就心裡很多OS這樣 後來一直到他們分手 她還告訴我說 其實是有原因的 因為她之前被傷害過 就是她交了一個男朋友 反正有一年這個男朋友 就是他們約好 就一票人 就是兩隊一起去義大利 要跨年 結果她當時突然間有一個 就是借了一個工作 她沒辦法去 然後她就說沒關係 反正大家都是閨蜜 然後妳就男朋友去 然後妳們一隊也一起去這樣子 結果後來她也是封鎖 在社群網站都沒有任何的消息 她男朋友只PO 就是她去玩 什麼畫面給她看 可是在社群網站 後來是透過朋友的社群網站 發了那個照片給她看 她居然跟她 你知道嗎 跨年不是五四三二一對不對 她居然跟她 你知道嗎 跨年不是五四三二一對不對 清水 就是跟她那個規格 就給她看得到 就當然她就 她瘋掉 她馬上打電話 妳剛剛是罵髒話嗎 她看到 她看了之後 對 看了之後 看了之後 然後就當禍大 而且她真的也會 可能會狡髒話的內心的人 她就打上去質問 就你知道嗎 那男生居然跟她講說 都要怪妳 妳錢比較重要 妳自己要接工作 拜託 這麼重要的日子 妳拜我身邊 然後她就馬上又問那個人 那個女孩子 那女孩子就說 就一直哭 就說我不是故意的 我不是 我不是故意的 對 我不是故意的 因為那樣的環境 那樣的氣氛妳又不在 所以我跟妳講 妳說怎麼防堵 就是妳看我這個女閨蜜 跟我這麼好 我三年多沒看過她男朋友 事實上妳覺得怎麼樣預防 第一個的話 就是要知道避嫌 希望就是說 如果說對方的男朋友 在聯絡妳的時候 不要私底下跟她聯絡 妳知道好歹開個群組 把妳們這些好姐妹 都加進來 至少如果說她女朋友擠的話 妳知道說沒有 其實我們都是公平公正公開 是 然後第二個的話是說 也是希望說女孩子 不要單獨的跟別人的男朋友一起相處 因為其實老實講妳送到家 就會很容易送上床 對 因為她就會覺得說 我想要知道她 安安全全的達證 然後知道到去哪裡 然後頭痛有很多種 沒錯 然後第三個的話就是 就是我會希望大家就是要訓練 妳自己看人的眼光 因為有的時候老實講 這個男生是渣男 還是說妳的閨蜜 到底是什麼樣的婊子 妳不知道 所以說請妳還是要訓練 妳要多看節目 要多訓練 是 沒錯